瑞穗鄉秦美村在花蓮水保分局的 經費協助之下 重新接引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灌溉水源 同時以人工施工重建土溝水渚 目前施工進度接近尾聲 水保局分局長陳淑遠親自上山會 看病說完工後預計可以灌溉部落 五十公頃左右的農地 包商張松堯描述在管線施工的期間 碰到奇妙的經驗 夢境中三度出現了一位阿美族人 並且隔天下午工人出現發高燒的狀態 使得工程進度緩慢 接下來幾天工人只要上工 必定出現同樣的狀況 第三度夢到老人家時 就順著騎老之意製作橢圓形 上頭凋寫族者定位四字的石碑 必在水源投進牆上紀念它 過了奇妙或知此事也議論紛紛 從頭查證之後 這位夢中祖靈的身份也有了初步的答案 聯繫兩次 第三天我又發燒 老闆說奇怪 你又發燒 我說對 我又去 然後又好了 然後有另外一個我師父 又聯繫這樣差不多六個人 然後有一個是比較嚴重 就是當時做這個水浸的工程師 現在講工程師啦 工程耗時三個多月解決部落長年以來灌溉水缺乏的問題 而這位祖先的出現也意味著祖靈一直在保護著這片水源與山林 記者趕著華蓮瑞瑞採訪報導